欢迎收看本节目 视频中张绍华可以算是受到皮包骨头 仔细看背景可以发现赵绍华住在老房子里 身后的木门十分破旧 挂着许多零零散散的东西 班国的墙面上是众多的合照 对于他来说这些都是难忘的回忆 张绍华曾与谢梦伟合作过电视剧背着奶奶进程 两人在戏里戏外的关系都很好 曾有爆料称正是因为这部戏让张绍华将亲孙女许配给了对方 于是他多次表明嘎子就是他的亲孙子 张绍华曾主演过《我的丑娘》《武林外传》等 塑造了多个经典的角色 而谢梦伟凭借着小兵张嘎成为了国民度很高的童星之一 两人在私下经常合拍视频 老人家也会给孙子宣传新剧 可见他们的感情还是很深的 除了孙子谢梦伟之外 张绍华因为拍摄《我的丑娘》与杨志刚结缘 任他当了干儿子 今天下午杨志刚悲痛发文 晒出多张合照 据悉在干妈生病住院期间 他一直照顾有家 还曾亲自接他出院回家 如今私人隐事 谢梦伟与杨志刚以及其他人心中都是悲痛万分的 愿张绍华能一路走好 天堂里没有病痛的折磨与困扰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订阅收藏不迷路